接着要教老师利用投票小考来跟学生互动 在用投票小考的时候 我们先要有题目 先要题目 我们等一下就先以选择题为例子 跟着我一起 现在这里有一个白宝箱 点一下 有个问号和打勾最后一个图案 它是投票小考 再点它一次 你就有很多的题目你可以去做选择 我们以选择题为例子 我们现在输入一个问题 叫做1加1等于几呢 等于 等于多少 这时候你已经输入好题目了 接着就是答案了 答案是1 还是答案是2呢 你可以选写英文写中文写数字都可以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全部把它删除之后再把它打进去 因为我刚好都是数字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选项给删除 就留1 2 3次 那答案是多少 1加1等于2 所以我们把正确答案勾起来 接着你可以看到数计时 你有没有想要设时间 你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 几分几秒 那一分钟OK 那你看也还可以新增选项 四个选项不够 就五个六个 四个选项太多 那就删掉 剩下三个两个 那我们现在就打勾 那这时候这边出现的就是你已经出好的题目 然后如果你要按开始 这里按下去 你就会跟学生开始做互动 然后我就按开始 这时候你已经在发问当中了 学生就会开始看到答案 那我们这时候时间就算还没有到 我们一样可以按暂停 那这里呢 就是开始 结束 以及如果你要显示结果 最旁边第三个显示结果 等一下 哇 没有学生来跟我做互动 因为我刚才还没有开始跟我自己做互动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学生还没有帮我回答问题呢 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显示的结果 那如果你已经跟学生做完互动了 就是你跟学生做完过一次互动 这里就会打勾 我们看到这里就打勾了 那如果你还想要再用同一个题目 再跟学生测试一次 那记得哦 这个打勾要让它消掉 重设此问题到未答的状态 好了 你已经打勾了 表示你已经使用过一次了 你要使用第二次的话 请你重设它 点一下 勾勾就不见了 那你还可以继续的编辑它 一加一 你觉得太简单 变得二加二 甚至是直接删除 或者是复制这个题目 变成两题三题都可以 这里是你要怎么样去设定题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学生呢 要怎么来回答问题啊 学生要怎么来回答问题 学生一样扫描你的这个QR Code 扫描你的这个QR Code 然后呢 点选投票小考的图案 有没有一个问号一个打勾这个图案 接着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画面 这个正在等待的画面 就是会有好几撇 会有好几撇这个 这个正在等待 正在等待 为什么在等待 因为你还没按下 Play键吗 还记得吗 我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 你只要还没按下 可是它已经先进去等待的话 它就会出现刚才的 这个等待的画面 等你按下Play键之后 图案就出现了 不是图案 就是问题就出来了 还有答案出来 它就可以开始选择提交 答案就会已上传 那这样子的话呢 老师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现在他们的回答结果 记得按Play键 他们就会收到题目跟答案 去选择 等到他们提交完毕 你按暂停 然后你来看显示的结果 点一下 那你就可以知道 我学生的回答状况如何 那你如果想知道 谁对谁错 因为这边只会告诉你 几个人答对 几个人答错 绿色是正确答案 绿色是正确答案 你想要知道 谁对谁错的话 来看我这边 有一个CSV档 把它存下来 然后自己在家里慢慢看 所以这有一个CSV档 存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 谁对谁错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投票小考的互动 投票小考的互动